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变宁钢漫画评书节目 这个系列讲解了IDW公司出品的变宁钢漫画 跨度从05年到18年之间 每本书都是相当的精彩 今天这集是第44期 咱们讲解的依然是《毁灭行动》这套小系列的第4本书 《毁灭行动》英语叫做Devustation 它是行动三部曲的第三部书 第一部书是Infiltration渗透行动 第二部书是Escalation升级行动 第三部书是Devustation 也是本套书的最后一部叫做毁灭行动 成熟于07年到08年之间 咱们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4本书的两个不同的封面 第一个封面在上面写的Transformer正是变宁钢 指着他们可以随时隐匿自己的身份 在下方写的Devustation正是毁灭行动这套书 然后在最下方有一个女孩子穿着这么一个绿色的背身 这个女孩子正是才子 才子是她的外号 真名叫做Vertigaro 就是Vertigaro 她本身是一个墨西哥裔的女孩子 在第一部书 《渗逗行动》里面就已经出场 她是本套书的一个女主角 然后我们再往上面来看 上面在一套建筑物的前方 那么这个是一片残海 然后前方正是大哥Office Prime擎天柱 是正在挥拳锤打前方 变成狼形的六面兽 Six Shot 这个桥段让我想起了武松打虎 古有武松打虎 难道这本书里面会有大哥锤打六面兽吗 他们进行缠斗这个场景 那么是否在本会会出现呢 相当的期待 好 咱们再来看第二个封面 上面也写了Transformer 正是变形金刚 在下方写了Devil Station 正是渗透行动 然后在中间部分 正是咱们的男主角 工程 工程的原名叫做Hunter Anian 叫做Hunter Anian 那么这回合我们看一下 他在这个地方是打开了双手双脚 那么仿佛已经被改造成了 头领战士的头部 也是非常惊恐的表情 然后在他的身后 正是飞猫腿的Sunstreaker的头部 飞猫腿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惨 之前是为了护送工程 那么之后是被天谋会 这个Machination进行一个绑架 并且进行一个改造成这副模样 相当的惨烈 那么在这回合 是否工程会跟飞猫腿 那么结合成一体 变成头领战士呢 我们敬请期待 好 然后再往下是一段文字 进行一个城上旗下的介绍 上面这样来写道 汽车人的太空船 方舟19号 已经被六面兽所击毁 万幸的是 飞船上的成员还都活着 就在救护车 被六面兽追得无路可逃的时候 前天中带领其家的汽车人 及时赶到了佛罗里达的海岸 众人齐心合力 对付霸天虎的人间兵器 同时 天宝会组织的头领战士们 依然追着千千顶和热魄不放 为了救飞猫腿 工程下定决心 成为新的头领战士 第三行动阶段已经开始了 画面一转 故事开始 这个地方正是位于Washington DC 就是华盛顿特区 在一栋五层的建筑物的里面 传出了这个声音 叫做This changes everything 叫做这改变了一切 里面的成员 正是观天会 Skywatch成员 这个时候里面一名 灰头发的负责人 是把手放在胸前 是看着前方的显示屏 而显示屏里面 显示的正是冰凝钢 进行一个缠斗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正是汽车人 是缠斗六名兽 这个时候这边负责人讲的 叫做马上给我召回探子 就是机械狗 Ravit 还有激光钮 Laser Big 并且给我加紧 在尤里卡的考古进程 前方一名成员 表示说尊命 瑞德长官 这个地方瑞德 咱们是阴翼 那么其实直译的话 Red是红色的意思 而这个地方 瑞德长官提到的 尤里卡的考古项目 咱们之前是在群雄传的 震荡波转的最后时候 所提及的 这个时候瑞德长官讲到 说不管怎么样 战争已经打响了 这个时候他问道 有什么问题吗 前方这部成员表示说 好像是探子 没有任何的回应 被某种信号干扰 瑞德长官接着问道 能平立他吗 前方成员表示说 不行了 不管来自于哪里 那个信号相当的强 在画面里我们看得出来 正是机械狗Ravit 这些激光鸟Laser Big 这个时候画面一转 是来到了一个人间 这个时候前方有一个人 正在打着电动游戏 而在后方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正是声波Soundwave 这个时候船员说到 说这个信号来自于怪兴 而且信号相当的强烈 而这个桥段 咱们可以在声波传里面 是可以看到这幅场景 正是声波 召唤激光鸟和机械狗 所以说激光鸟鸟狗的话 还是听这个声波的命令 画面一转 来到了佛罗里达的 Pancer Colas 这个时候六年社 正变形人形 是用双枪向前方 进行一个无情的火力情绪 他表示 你们一定大吃一惊吧 不是吗 问题是 我也很吃惊 我吃惊的是 这一切实在是太过瘾 太过于刺激了 而在前方 正是大哥带领着重轻轻人 向六门兽进行一个回击 而这个时候 斑鸟壁大方的胸口 已经被六门兽所击中 而这个时候爵士也是问 大国风你没事吧 老顽固也是 另一颗变形装甲车的形态 那么向前进行 做火力的倾斜 表示说 怎么才能将这个混蛋干掉呢 看我的力量 他是直接击中了六门兽的胸口 另外一方面 前路大哥是提醒老王过 让他跟六门兽 先保持距离 千万别冲动 他吩咐警车和爵士进行掩护 我们最好也是 唯一的机会 就是让六门兽自顾不暇 他吩咐救车 先去看看大黄蜂 救车表示说 马上照办 前路大哥一看到你来 我就清楚很多了 当时看到那个 方舟十九号是扎进大海里 而现在你们还能够 全身无上的拖行 真的是少见啊 前路大哥表示 我们还没什么胜算 叶勋还需要多久 叶勋表示说 我只需要建立起一个链接 也许十分钟就能够准备好飞船 然后启动传输程序 这个时候 大哥表示说 怎么还那么久 而老顽固这个时候 正变成装甲车的形态 是向前方的六门兽的坦克形态 进行一个护怼 而旁边的骑车也变成了车型了 那么是火力群 向前方进行一个攻击 画面一转 这个时候在海岸远方的 GB和才子表示说 加油汽车人 才子这是说 总算松了一口气 今天表示说 是啊 六门兽可是霸天火的终极武器 才子表示说 对 今天就是说 也就是说 旧车告诉我们 那些精心策划的战术这些东西 已经没有意义了 这个世界末日 已经快要到来了 也就是说 秘密已经公开化了 麻烦越来越大了 才子表示 不管怎么样 今天晚上新闻直播 大家都会知道这件事情了 而这时候空中飞过了一架直升机 正是新闻采访的直升机 正在下方进行一个拍摄 画面一转 来到印加州的华沙市 这个时候 若破哈德罗 已经跟千金岭 无忧寨 赶到了旧车厂的前方 旧车厂这个时候 依然是关闭的状态 若破问 时间是多少 我们千金岭告诉他 现在是上午7点53分 咱们甩掉他们了吗 画板音 这个地方 旧车厂的祖宾 有这么一个海报 上面写着 wreck and rule 正是破而后立 这句话是雷霆救援 那wrecker 他们的口头禅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是出现了 边金岗这支特殊小队的名字 雷霆救援队 正是由壮震 进行领导的 这么一支队伍 那么他们有点像是 边金岗里面 这么一个突击队 或者是赶死队的 这么一个性质 也出过一套范范书 之后 咱们也会进行个讲解 那么这个地方 是一个小彩蛋 若破表示说 很难说 咱们可能还没有 甩掉他们 不管怎么样 咱们是不是甩掉他们了 就铁皮 可是头等大事 咱们必须要带他 快点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 热破是启用了 电子攻击方式 是击碎了全方的铁链 他们二人 也是进入了废车厂的里面 千顶这个时候 表示说 我完全受不到 全球定位系统的信号反应 九车是不是说 他已经定位铁皮 就在这个地方了 让我表示说 是啊千顶 他说过铁皮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别说是 全球定位碳能器的脉冲波了 我连方舟19号都找不到 可能是出大事了 千顶这个时候说到 说你看看吧热破 咱们这回可真的是 大海捞针了 而在这个废车厂里面 是有多辆车辆 进行一个罗列般的陈列 真的是大海捞针一般 想要找到铁皮 画面一着 来到了这个旧车厂 正南方2.5英里之外 而在这个地方 是有多辆黄色兰波尔基尼 正是天模会 他们的冒牌的飞猫腿 头领站是 而这时候 他们是向总部表示说 怎么办呀 天模会总部 利用本地的交通系统 发现了他们在这个地方 然后就消失掉了 这个时候 总部向他们表示 分头行动 分头搜索 实施宝石联络 找到他们 这个时候 他们表示说 收到 并且进行一个 分头的寻找热铺和牵顶 画面一转 再次来到弗莱达州 淡怕是天模会的总部 而在里面正是工程 这个时候 他正在问飞猫腿 说那些头领战士 无论是长相和想法 都跟你很像 这就是因为 他们通过硬件 接着大脑是这样吧 嗯 是的 我说飞猫腿 那么就是这个地方的里面吗 对 怎么了 你 你没事吧 这可是没有回头路的 我知道 现在我要怎么做呢 这人走到 里面去就可以了 程序是自动的 哦 好的 我还有什么东西 需要了解的吗 会很疼的呀 这个时候 公众表说 好吧 那就来吧 这个时候机械启动 工程是相当的 确实进行 一种 这个机械将会是 公众转化成的 这个头领战士 画面转继续来到了 盘测扣拉市 六年兽在重汽车人火力 禽射的情况下 使用坦克形态 并行了枪形 在空中进行一个自上而下的 火力的继续倾斜 他表示 你们顶不住了 是不是 我这可才刚刚开始 这是我的天数 而在这个地方 英语的原文台词叫做 I could do this all day 如果我们熟悉的话 应该知道 这句话是美队的经典台词 美队的原话叫做 I can do this all day 意思就是 我这么干 一天我也不觉得累啊 这个地方 应该是编导师 对美队进行一个致敬 好 六门手接着说 我天生就是干这个 VG小队 他这次可以 永远有成了 前天作表说 他真的是来真的 他这是遵送 VG的意愿 他要毁灭整个世界 汽车人 打开你的主火力系统 意志器 火力全开 进行一个自由的设计 这个时候 众汽车人 一起要空中的 六门手的枪形 进行做火力的齐范 这是我目前看到的 最为激烈的火力的倾泻 然而在这个时候 在战场的上方 飞过一架 美军的无人侦察机 表示说 我们现在好像观测到了一场混战 种族起源部门 意图抵对 国家威学水平 超乎寻常水平 建议动用终极武力 而这个时候 在另外一方面 在高水公共之上 警车也在协调交通啊 表示说 你们给我掉头走俘路 别了解 保持秩序 马上退回去 这个时候 Jimmy和彩子也找到了一名警员 那么向他们说 说我们认识这些机器人 我想掌握 这可能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 但是他们其实是分为 好机器人和坏机器人 在交战 你们最好不要不分青雾造白 警察这个时候说 那么说 他们是来自外星球的机械生命了 那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这个时候 这个警察表示说 你别再浪费我的时间了 彩子表示说 你看 是不是又白费劲呢 基督表示说 对 我知道 彩子说 还是使用我的方式 进行一个行动吧 这个时候画面一转 再次来到了华沙市的废车厂 热泼表说 说你有什么发现吗 签订本说没有 这个地方是有上千台车 尽管他们是落的不是很高 但是以咱们的优势来讲 是无从发挥 再来说 现在已经过了八点钟了 而这个时候 画面一转 来到了废车厂的办公室 这个时候办公室老板 是打电话报警 说警官没错 铁链还的 但是门是四项敞开的 你是什么意思 什么家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可偷的 我可是在报告一场 非法的入侵案 而这个时候 女警官表说 是的先生 你先别挂机 56号米6的管辖区 是1029位置 汽车贵油站 有情况 你去调查一下 好收到 马上就到 画面一转 再次来到 攀设扣拉市的码头 Jimmy和才子 他们是找到了一艘快艇 才子跟Jimmy说 说你倒是快点 Jimmy说 说我正快速 这个东西跟汽车 打扰方式是不一样 好了 这个东西已经发动了 Jimmy接着问才子 说你确定这是个好主意吗 才子说不确定 他们正在呼叫空中打击 我怀疑他们是分不清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这时候画面 再次来到战场之上 轻车人士向上方的 这个六门兽 进行一个火力的提发 你们说 继续变成了人形 是从听而进 就是说 尽管我非常欣赏你们的反射 但是我还是要说明白 我的装甲 是有弹缩横迅的 超微度次容的物质助成 我的核心能量 是可以再生的暗物质 加密裂变反应对 除了速度快之外 这个时候 它是直接踢飞了警车 并且一个闪身 来到了爵士的面前 我还非常的请 它是一把 死掉了爵士 而这个桥子 让我想起了 变丁跟电影 第一部的最后的名场面 就是 威正天 Megatron 首席爵士 当时爵士问 You want a piece of me? Megatron表示 No I want two pieces 直接是撕碎了爵士 爵士真的是残 而这会儿 他是直接把爵士 手臂撕了下来 老王顾表示 那又怎样 他们都叫我老王顾 Hard hand 那么看看咱们两个 谁更加的囊顾 老王顾这个时候 是使用自己的不乐图 直接砸向那六名兽的腰脸 你们说 感觉疼疼 直接回头看老王顾 而这个时候 琴天就是使用自己的大拳 是直接砸向六名兽的腰脸 比方说 你已经名誉扫地了六名兽 我们今天就揭穿你的神话 而这个名场面 让我想起了 风云二里面 是破这个剑圣的万剑归宫 是破这个江湖的神话 所以说多个名场 在里面进行就出现 你们说 表示说 好吧 算你狠 那咱们就决一死战吧 这个时候画面一转 财子和Jimmy 他们已经坐着快点 来到了主战场 那么财子大声的呼叫 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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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看 这不是财子和Jimmy 说你们怎么来这 别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危险了 这时候财子拿着大喇叭 跟他们说 说听我说 军方的飞机 马上就要轰炸这个 这里就要变成一片火海了 救护车表示说 明白了 救护车呼得清楚 大哥 整个地方的战况 是越来越激化 本地军队已经卷进来了 大哥表示说 我明白 叶勋情况怎么样 而且是大哥 正在被林平秀 是扼住了自己的喉咙 叶勋表示说 下令吧大哥 咱们现在撤退就可以 大哥表示说 动手吧 除了我之外 带走所有人 我看看还有什么 其他的办法 而叶勋表示说 可是 大哥表示 这是命的 而这时候空中的飞机 轰炸机已经来到 叶勋表示说 明白 其实准备轨道跳跃 他是按纵了跳舞的按键 这个时候空间跳舞 也进入倒计时的阶段 我们的救护车 是右手拿着bumblebee 而左手跟踩走 G迷说 说麻零点抓紧我 绿秀执行的身体接受 才可以快点 而这倒计时是三二 一到绿光时候 重汽车人是一起传送走 而大哥这个时候 是继续按照六名声 并且使用自己的左旋 向他胸口进行一个锤载 这个时候画面一转 来到了宇宙当中 在地球的近地轨道 是一艘飞船 正是方舟三十二号 而汽车人和G迷才子 都已经被传送到了 这个飞船的里面 这个时候 救护车人大喊 G迷才子的名字 G迷才子 Oh no no 我疏忽了 轨道跳跃 会在人体的机体产生 创伤性的伤害 他们的生命活动停止了 真是百密一书 G迷才子刚刚脱离的战争 但是是跳跃的时候 是失去了生命体征 好画面一转 来到了格勒农收 霸天火的地下指挥暗 这个时候 闹翻天是向这个 威震天表示 威震天 我无意中发现 在空中是一艘骑车的飞船 威震天表示 他来自于哪里 闹翻天 为什么我们的缓冲感应器 没有感应到他 他突然就出现在这里 而事前是毫无征兆 而这个时候 在空中出现的 正是收割者们的飞船 威震天这时候表示 马上召回六名兽 告诉他情况紧急 之前的所有命令 全部撤销 告诉他马上回来 我们遭到了围攻 而这个时候 助收割者也是这个 在空中向下方的 这个霸天稳气 进行一个 无枪的火力的停泄 这个时候 画面也转 再次来到战场上方 六名兽收收到了 威震天的命令 表示说 秦天柱 今天算你走运 但是下回 我不会那么轻易的 放过你的 那么这个时候 六名兽直接变成 飞机的形态 立刻进行一个撤退 天柱大哥也是连续夜巡 说带我离开这里 而这个时候 空着的飞机已经来到 向下方进行一个 炸弹的投射 大哥这个时候 在最后有刹那 从我里的战场 进行一个船 就会放入三十二 而战场也就 炸成一片的飞机 好 画面也转 这个时候继续回到 俄勒冈州 在这个霸天火的基地 在空中 这个DeathBrain的死亡室 正在命令手下 进行向前方的基地 进行一个 无情的火力的停泄 一个声音说到 说大火车 你要去哪 那天已经发布命令 大火车这时候 表示去他的命令 闪见 牛带的话 你就会告断好了 大火车 继续向前走 是打开了一个舱门 而在舱门里面的 正是红蜘蛛 Star Scream 红蜘蛛表示说 机会又将再次垂青于我 这个大火车表示说 但是他怎么办 六名兽 就交给我好了 这次我红蜘蛛 才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好 那么随书就到此处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窃听下规和书的分解 本回书真的是相当的热闹 有各种各样的火力的倾斜 也是目前来 我见到最为严密的火力 好 那么这回合真的是搞笑 没想到啊 上回合那个收购者来到地球 直接是帮了这个秦天柱的忙 要不是他们的出场 攻击额要交流霸天虎的基地 恐怕秦天柱是兴多吉少啊 然而在本回合的最后 我们的红蜘蛛 也是再一次登场了 Star Scream 可谓是多方势力 我在下回合特别期待 红蜘蛛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反应 而在之前那个回合 说这个惊破天也要来地球 那么到底地球上方是有多方式的进行一个胶着 而战火又将会燃烧至何处呢 我们切听下回合书的分解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